今天我来教大家 如何在没有很多富于积木的情况下 设计自己的乐高Mock 众所周知呢 这个乐高积木的乐趣啊 除了拼装这个成品套装之外啊 就是动手设计自己的Mock了 MOC这个Mock啊 就是My Own Creation的缩写 跟这个DIY啊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但如果你玩乐高的时间不长 没有很多积木的话呢 是很难享受到这个 自己设计自己拼装的乐趣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乐高推出了一个虚拟的设计软件 这个Lego Digital Designer 简称了RDD 是一个完全免费的 这个虚拟乐高设计软件 今天我就教大家 如何使用这个RDD 设计自己的乐高Mock 首先呢就是下载 大家可以登录到这个 rdd.lego.com的网站呢 进行这个官方下载 在这个官方主页的显著位置 有下载链接 目前这个Lego Digital Designer呢 有这个Windows版本 还有Mac版本 但是如果你登录这个官方网站有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上国内的这种各大这个软件分享下载中心啊 进行下载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也都有这个软件 或者呢 我是自己也下载了两个安装文件 然后上传到了我的微博网盘里边 稍后呢我会把这个链接发出来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去我的这个微博网盘呢 进行直接下载 当然我保证呢这是无毒的 没有病毒的 因为我也是直接从这个官方网站上下载下来 然后传上去的 OK 那么下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打开这个软件 当然我这里展示的是Mac版本啊 Mac版本在内容上面和这个Windows版本是不会有任何区别的 打开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导航的Tab页面 上面呢有三个Tab 分别是Digital Designer Mindstorms 还有Digital Designer Extended 这个扩展模式跟这个普通模式 唯一区别呢 就是扩展模式里边 有很多这个零件的颜色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你可以随便涂颜色 然后Mindstorm呢 就不用多说了 是这个机器人 那么我们近期呢 我也会推出这个机器人的积木 请大家 期待 敬请期待 OK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主要介绍呢 还是这个基础模式 基础模式里边呢 你可以打开你之前创作过的一些project 或者呢 你可以直接创建一个新的 我们今天呢 来创建一个新的project 进入到project之后呢 首先最大的这个区域啊 是工作区啊 相当于一张桌子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鼠标右键拖拽 然后旋转一下 这个张桌子 从各个角度来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这个快捷键不太清楚的话呢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虚拟按键 然后进行同样的操作 然后还有规备 还有放大和缩小 OK 放大缩小呢 就是鼠标滚门啊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操作了 工作区上方呢 是工具栏 工具栏里边呢 有各式各样的各种功能的工具 稍后呢 我们融合在我们这个搭建MOC里边 Mock里边呢 给大家进行讲解吧 这刚说的话呢 实际上意义不大 然后左边呢 那就是最主要的区域了 就是所有的乐高积木啊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找到所有的高积木 在这个软件里边 全都可以找到各式各样 各种颜色的 有好多我自己都没有见过 这个软件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大 大家看这个一个大类里边就有这么多软 就还是软件 就这么多零件 所有的这些基本上都有上千种零件了吧 真的是什么都有啊 非常非常强大 我估计就算乐高玩的再多的人 也比不过这个软件 大家看这个滚动条有多长 然后呢 工作区里边也还有一些比较适合小工具啊 比如说这个放大缩小 这个icon的这个工具 然后呢 你就可以让它每一页显示更多 还是更少的这个积木 就随你自己的喜好了啊 我比较希望它能小一点 这样的话呢 让它能够这个滚动条能够短一些 还有呢 就是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主体主要的这些大部分都给大家介绍之后 我们就开始动手干啊 今天我们搭了个什么呢 想 我们来个大把椅子吧 大把椅子的话呢 我希望先找椅子腿 椅子腿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万败万的积木 我觉得这几个 还有一个小窍门呢 就是你在选择这个积木的过程当中啊 其实这些不是icon 不是图片 它真的是一个3D模型啊 你在这个积木上面点击鼠标右键 然后拖拽的话呢 你是可以从360度呢 观看这个积木的样子的啊 这样呢方便你确认这块积木 到底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这个椅子腿 OK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点击鼠标左键 点击一下它 诶 它出现在了这个我们的工作区里边 这时候呢 我们鼠标移动的话呢 不需要任何按任何按键 我们只要轻轻移动鼠标的话 就会发现它跟着我们鼠标在走 而且呢 下边还会有这个方向键的提示 这时候你按方向键呢 是可以旋转这个这个积木的 然后呢 我们放在某一个位置 特定的位置 我们点击一下 大家看现在这个小手呢 是抓着我们的这个积木的 就证明它现在跟着我们走呢 我们拿在手里呢 点一下左键 诶 我们把它呢 算是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区上 这时候你再移动鼠标的话 它是不会跟着你的鼠标走的 OK 那么我们第一块积木呢 就算是放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还想 因为四个屯嘛 我们还得再放三个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点 诶 而且呢 它还支持这个Ctrl-C Ctrl-V啊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复制粘贴功能 我们点击一下 大家看这蓝色的框框呢 已经选中了我们所关心的这块积木 选中它之后呢 我们Ctrl-C Ctrl-V 诶 又出来一条屯 再Ctrl-V 又出来一条屯 诶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当然呢 你也可以使用上面这个Ctrl-V 这个克隆工具啊 我们点击一下克隆工具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想要复制的这个积木 诶 这时候它就出现了 当然呢 Ctrl-C Ctrl-V和这个克隆工具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克隆工具呢 它是怎么说呢 它这个放到这个buffer的区域啊 是没法在跨project 就是没法在这个不同的project之间使用的 也就是说你克隆的东西只能在你这个project的一边复制 但是呢 如果说你用Ctrl-C Ctrl-V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Ctrl-C一条腿 Ctrl-C一条这个椅子腿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project 我们Ctrl-V还是有效的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椅子腿的 当然这些就没太大 不是特别重要的小细节就不多说了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多了两条腿了 我想把它删除 我可以点击这个Delete to 然后呢 点击一下它 我们就删掉了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键盘上的D键 也是同样的快捷键 点击一下它就取消掉了 然后呢 我们如果说我们拖动鼠标左键的话呢 是多选的功能 我们可以同时选择多个 多个这个积木 然后再一下D键 就删掉 Ctrl-Z呢 也是有了 就是撤销 我们可以基本上呢 是无限制的撤销 所有我们执行过的操作 基本操作呢 就是这些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可以按住Shift键 然后按鼠标右键的话呢 是平移这个工作区域 指示鼠标右键的话呢 是这个旋转 OK 下面呢 我们要放这个椅子 这么做的这个平板啊 这个平板的话呢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 应该是一个4乘4的一个平板积木 那么在这个积木选择区域里边呢 它最上面有个搜索框 我们就不用挨个去找了 我们可以输入一下4乘4 哎 哦 我现在中人输入法 sorry 我们可以输入4乘4 然后呢 这个积木啊 大家看这积木区域里边 积木数量明显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所有显示的都是4乘4的了 或者说跟4乘4有关的积木了 其他没有关系的就全都被 被屏蔽掉了 然后呢 我知道我们需要找平板 所以我们打开这个平板的大类 哎 里边都是4乘4的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嗯 然后我觉得我们要一个白色的吧 放在这上面 OK 现在呢 我们一个小凳子就做好了 或者你也可以叫小桌子 是有点像宜家那小桌子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拖动这个积木的过程中呢 它是会自动咬合的 如果说你放在了这个合适的位置上呢 这个程序会自动帮你这个拼接在一起啊 嘎哒嘎哒那种样子 非常的感觉 也非常爽啊 OK 我们这一部分也算完成了 然后呢 如果我们希望显示所有的这个积木 回到所有积木 我们就要点这个小X Cancel Search 所有的积木就都回来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加椅子被啊 是吧 没有椅子被的话呢 这只是个凳子 嗯 希望椅子被能高级一点 所以说可以活动是最好的 所以我想找一个活动关节 我看一下啊 嗯 这个看起来不错 哎 我喜欢这个颜色 然后呢 它现在朝向部对我转一下 OK 然后选中它 Ctrl C Ctrl V 复制一下 然后是另外一部分的链接 不是链接 另外一部分的关节 我们来选这个链件吧 旋转一下 然后放到上面 OK 然后呢 就是椅子被了 我们来选一个4乘5的吧 4乘5 嗯 4乘5 是这样的 没有普通的吗 好像没有 那我们来个4乘6的吧 OK 4乘6的有 普通的平板 我们选择一个 来接上来 放到下边 OK 现在呢 我们这个椅子被呢 算是放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发现这个颜色不太对 颜色不太对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可以把它 是吧 删掉 然后重新再 再再再再拿一个进来 颜色对进来 但是这样很麻烦啊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Paint Tool 这个上色工具 我们选择上色工具之后呢 点击一下这个积木 哎 所有它可以选择的颜色都出现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给它上上我们 需要的颜色 这回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而且比如说这两个 这关节吧 我也希望它变成白色 哎 这样看起来就更像回事了 不过椅子腿 貌似颜色不一样 嗯 不过没关系 就这样吧 大家凑合看 哈哈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个椅子 就算是搭完了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椅子 位是躺着的 我们需要把它立起来 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 这工具区上面 这个Hinch Tool 这个关节 这个软件 这个核页软件 这个工具是吧 我们点击我们的这个核页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出现了一个这个箭头 然后我们可以 拽 拽这个箭头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旋转这个关节了 当然呢 你也可以直接点击这边的图示啊 这样操作方便一些 而且呢 这个软件做得非常完善 它可能是有一些Collider 还是有些什么东西 就是说 它不可能转到 它转不到的区域 比如说 比如说它到这儿就已经 到这90度水平已经到头了 我没法再往左拽 然后让它弯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 乐高这个设计的 还是非常的细致的 我们转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 椅子呢 就算是完成了 我还是很满意的 是吧 然后但是呢 如果说这时候我想 换一个椅子腿 我想换椅子腿 但是这个椅子腿呢 被我们这个椅子给挡住了 怎么办啊 我不想删掉它 因为我这个椅子座 这个地方呢 是我挺满意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Hide Tool 我们可以把它呢 藏起来 点一下 大家看这右上角呢 还出现了一个小人 他把自己眼睛遮上了 就告诉你们 现在有某些这个 积木呢 是被藏起来的 然后我们这条腿呢 还是被挡住了 我们再点一下 可以把它也都藏起来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对这个椅子腿一览无余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它们 全都显示出来 很简单 我们再点一下 这个小Icon 我们的这些积木 就全都回来了 这样呢 就方便你呢 编辑一些这个 藏在里边 内部的一些积木 同时呢 不会给你增加 额外的工作负担 不用再重新 把所有东西都拆掉 然后重新再放回来 是吧 OK 那么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还有就是这个 group功能 大家看这个 左边这个区域 有三个tab 最右边呢 是group group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啊 我现在这个 我选中吧 我鼠标左边拖拽 我选中了这个椅子 全都把这椅子 全都选到了 所有的零件呢 所有积木都已经选中了 然后呢 我点击左下角 这个添加group 大家看我这个group呢 就添加进来了 有什么用呢 就是快速选择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场景里边啊 有很多 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积木 是吧 不需要的 有的呢 甚至跟我 跟我这个椅子呢 搭载了一起 如果我想选择的话呢 很容易就把其他不需要的积木给选上了 怎么办呢 我们直接点击下group 直接呢 它就我们这个小椅子就全都被选上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我们需要的操作 比如说挪备制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呢是template template template就有什么用呢 template就相当于一个模板啊 比如说我们选中我们的椅子 新建模板 诶 那么我们这个小椅子成为一个模板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无限的创建更多的椅子了 而且更好的是呢 更强大的是呢 这个模板还是可以跨project的 是吧 就是你在不同的这个项目中呢 都是可以使用这个模板的 诶 现在我们椅子呢搭的就差不多了 嗯 我还是很满意的 然后另外还有几个工具我们没有讲到 然后克隆兔我们讲到了 然后这个克隆兔 这是中西结合 然后呢是这个hinge tool我们也讲到了 然后这个hinge align tool呢 这是一个bug非常多的一个小工具啊 我不推荐大家使用 然后这个hinge tool完全可以取代这个所有这个hinge align tool的功能 还有呢就是这个flex tool flex tool有什么用呢 大家看目前我们所进行的所有操作都是在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不能弯不能折的这个积木上面的 那么假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找一下 嗯 绳索 绳索在哪里 绳索应该在这里 对 诶 比如说呢我们这有一个绳索 大家看我们不管怎么挪动它 它基本上只能这个平移在位置进行移动 但是我们想把它弯起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就选择我们的flex tool 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绳索的一端 诶 大家看现在呢它就跟着我的鼠标在弯折起来了 诶 是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强大呢 然后呢我们再放再点击一下鼠标左键 就被定住了 flex tool呢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旁边的那个上色软件 还有这个上色软件 上色工具 还有那个隐藏工具的 还有伸出工具都跟大家介绍过了 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保存一下 我们保存成叫做chair吧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我之前创建过的一个项目 car 这辆车呢是花了20分钟左右时间了 然后火软搭出来的 大家不要吐槽这个外形设计 这时候呢我们想把椅子加进来 我们等开template 诶 看大家看我们椅子在这里了 这时候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朝向 OK 这时候呢我们就都 齐活了 当然我们可以再进行一些修饰 比如说 嗯 啊 这个filter还没有讲啊 最下边呢有一个filter breaks by color 点击一下它呢 你可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想加红色的 我点击一下红色的 所有的积木呢就都变成红色的了 不是都变成红色了 抱歉说错了 是所有跟红色相关的积木呢 才会显示在这里边 那么我们加个什么呢 加个这个吧 让我们的小车呢 跟我们的这个椅子更搭调 是吧 OK 如果你想回到这个所有积木的话呢 你只要紧急这个remove filter 所有积木就都回来了 然后呢 最后一个呢 byboxes 这是相当于是以这个系列划分积木 但是目前只有这个hero factory 所以说呢这个filter 这个过滤器实际上没有太大作用 推荐大家使用 最左边的这个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大雷都折叠起来 是一个快捷操作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个 我们的mark呢 就算是完成了 虽然是很奇怪的一个组合 一个椅子和一辆 就是太空车吧 不过算是 也就是算是这样啊 OK 然后右上角呢 还有三个模式选择 现在呢 我们是在这个搭建模式 build mode 然后mark进入这个view mode view mode呢 真的是我见过的最强大的一个软件 最最强大的一个功能啊 还给你乐高这个 digital designer呢 给你提供了很多很多非常漂亮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 这么美丽 这么寄中人心的场景啊 然后呢 非常好的跟你的这个 跟你设计的这个乐高作品融合在一起 跟你怎么说呢 叫锦上添花 我们现在呢 就来见一见 看一看这个非常漂亮的背景 诶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沙漠里边 大家看这个背景是不是 非常的漂亮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非常奇怪的音乐 太 好吧 我也不吐槽了 大家慢慢感受一下 但是如果说你对这个沙漠不感兴趣的话呢 我们还有更漂亮的 其他的一些背景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个 什么山林里边 我给大家看这个分辨率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分辨率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有点像是 为什么给我一种 这个桂林山水的感觉呢 再来呢 我们又跑到太空里边去了 这是我们真正名副其实太空车和太空椅了 OK 然后呢 左边呢 还可以 如果你非常 真的非常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话呢 你可以这个 截图 或者说呢 这个模式非常有意思 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设计能力给炸了 完全炸成碎片 离得远一点 离得远一点 可以炸着我 大家看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Explode the Model 所有的东西都被炸散了 而且呢 他们还会再回来 再一接二再搭回来 这个效果看起来还是很爽的 很像玩这个乐高游戏的这种感觉 再来炸一下 OK 那么如果说呢 现在你自己浏览过了之后呢 还是非常满意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Building Guide Mode 就是给你生成你的说明书 点击呢 它又会给你生成一个一步一步的指导 就跟我们平时买的高套装里边说明书一样的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跳 但是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 一步一步的顺序是非常混乱的 基本上不是正常人搭建的这个逻辑 没办法 因为它是怎么说呢 这个程序自己生成的嘛 所以说逻辑混乱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且呢 这个说明呢 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啊 并不能真的就是说 像我们这个买来的这个套装里边 说明书那样 一步一步的非常的规范 然后呢 我们可以左上角生成HTML页 点击一下 保存 OK 然后呢 它就会生成一个HTML页面 里边呢 是一步一步的说明 最重要的呢 就是这个最后这个页面啊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这个页面有完整的一个 你所有使用的这个积木的一个表单啊 包括它的名字 编号 颜色 以及数量 诶 有了这个单子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乐高官网上面啊 Pick a brick 去买这些零件啊 非常非常的方便 或者说呢 你可以去这个第三方 这个比较大的 比如说乐高教育市场 叫Bricklink Bricklink呢 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店家在售卖这些零件 然后呢 你直接就可以根据这个表单一件一件的去挑选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非常造福我们这些初级乐高玩家 OK 当然呢 我们想回到Beautomode就可以点击一下 就回来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LegoDish Designer的一个简易教程 希望呢 能够教给大家一些东西 然后让更多的 怎么说呢 就是希望自己动手创作这个LegoMark 但是呢 条件不是很充裕的玩家呢 能够加入进来 那么我也 那么我之前的那个Lego五龙呢 也是通过这个软件呢 怎么说呢 就是一点一点设计出来的吧 这个设计过程呢 还是很花时间的 因为有很多零件很相似 对吧 然后你需要一个一个试 然后呢 最终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方案 然后呢 买这个零件 自己动手呢 搭建出来 而虽然我平时有个习惯 就是说 你在找某一个零件的时候啊 你有可能看到其他零件 虽然并不是你找的 但是呢 你觉得以后也有可能会用到 哎 你就可以提前呢 反正我自己是这个习惯 可以提前把他们先放进来 以便呢 后边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找到他们 不用再回到这个整个大利子里边 再挨个找 真是非常麻烦的 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我呢 就是上次post 就是发了我这个五龙之后呢 很多同学啊 都吐槽 说你这个 啊 这个龙尾巴怎么这么难看啊 然后 然后呢 我现在呢 也进行了一个update 一个升级 啊 是重新呢 设计了一下这个尾巴 配色呢 使用的跟主体的配色是一样的 然后呢 造型呢 使用的是这个金鱼的尾巴 因为我觉得这个金鱼的尾巴 真的是很漂亮的啊 很飘逸的这种感觉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一共是收到了这个193个support 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同学 当然呢 我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就是很多同学都问我说 为什么你这个网站打不开呢 或者说载入非常慢 载入出来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我问了一下自己家人啊 家里人确实也说从从国内的话 这个上不上上不了这个网站 但是呢 也有同学说呢 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可以这个正常打开在国内 所以说呢 看来这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 可能也跟你的这个网络服务提供商有关系 另外呢 因为大家看这个网站发出的是这个 加密过的httbs的这个链接请求啊 所以说加密过的东西发出来还发到国外 是吧 大家可以啊 就是啊 是吧 大家都懂的 所以说如果说你怎么说呢 这个登录有困难 但是想投票支持我的话呢 那就只能使用vpn了 当然我不推荐大家使用vpn啊 嗯 ok 当然我还是希望大家给我投票的 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有4000的浏览量啊 就是从之前发发出来之前是只有几百浏览量 然后一下到了4000 证明还是很多同学试图登录到这个 我的这个界面上面来的 不管你有没有给我投票 我还是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另外呢 如果呢 你有想说的话呢 我也欢迎你在这个留言区来给我留言 然后呢 就可以 是吧 回复你 当然大家可以在其他途径留言 我也看得到 嗯 那么还有同学问啊 这个怎么投票 实际上呢 这个你如果想投票的话呢 必须要注册一个用户 嗯 嗯 OK 我们先logout一下 诶 比如说呢我们需要注册 login 然后create your own lego id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呢 那你就可以创创建一个注册一个自己的一个账户 嗯 比如说我们user name叫啥呢 我们叫老爷 老鸭 老鸭 老鸭就老鸭吧 嗯 啊 已经有了 那我们用这个 推荐的 然后password我们随便设一个 try password 点 然后我生日我们也随便设完 2009年算了太小了 2002年吧 2002年还太小了 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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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就这样 exit 然后我们呢 进入下一步 然后输入了你的email 然后选择你的国家 比如说 如果是从国内的话 你可以选择china 中国 我是男孩 接受这个 这个terms and conditions 然后呢 你就可以create your account了 然后呢 你就算是注册完成了 注册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登录到我的页面 and ideas 到这个 yes 诶 就可以然后点击support 就给我投票了 感谢大家 希望呢 现在还有332天 然后我们现在是不到200的投票 实际上 说实话呢 目前的进度不是非常的乐观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很多的同学都 连接不上来 是吧 没有关系啊 因为乐高 现在他还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嗯 project guidelines 诶 就说呢 一开始呢 有365天的时间积累投票 如果说我达到1000 1000个投票的话呢 会额外再加半年啊 然后呢 到5000投票再加半年 也就是说同共我会有两年的时间呢 来收集这个 投票 现在呢 我的目标 短期目标 就是先赶紧充到1000 充到1000个support 然后呢 再多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 再慢慢积累投票 这是我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计划 大家能不能实现 就看大家支持不支持我 OK 那么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嗯 貌似没有了 好吧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 这一期的这个 Legal Digital Designer的一个 简易的教程 希望能够帮助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对对对对对 忘了说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欢迎你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当然这次关注新浪微博很有用啊 因为我的微博上面会发这个 Digit Designer的安装文件 但是如果你不关注的话 实际上也可以下载 然后呢 还有还可以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空间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